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让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这段时间好像很好 这段时间都可以 好了,回來了 這一節我們會講講前兩天 特朗普在密迪順廣場的情況 當然氣勢很好 很多不同的客人上台會講話 拉票或者consolid的人的信心 都會有的 很多我都很有印象 我會講其中兩個 其實你問我 例如我對特朗普的老婆 我對前紐約市長舒利安尼 全部我都覺得很動人 其實我都沒有看過Live 事後很多人將會剪短片 否則真的受不了順調 五、六個小時才會剪線 但當中有兩個人 我都想跟大家講 第一個為什麼我覺得很重要呢 就是我們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萬事 去日後會造成怎樣 我們不可以因為他的履歷 在窮鄉壁讓道成長 後來做海軍陸戰隊 然後竟然去讀書 竟然入了耶魯 竟然做了律師 又娶了老婆 其實這些事情都顯示到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出書又成為暢銷書 但是究竟他日後會是真的假如 譬如他可能下一屆又去 年輕一點 他剛剛四十歲而已 即下一屆是四十四歲 但是也不知道的 究竟能力是去到哪裏 因為現在是政治 不是管理的 但是政治裏面也不含管理的 究竟他這幾年裏面 在特朗普身上會學到多少事情 因為特朗普 真的是一個政治的人 除了管理 你們看非王騰達 在管理上 但是他真的是一個政治人 有很多政治的事情 有很多 我不知道 以前的左翼 以前的左翼也不至於現在這樣 所以是左膠 是他們不複做 或者是不敢做 如果做了又不敢承認 而特朗普現在是一種什麼人呢 他甚至不會做 他不想去做 但是你不會覺得他不敢做 於是你是不敢鼓他 好像有些人說 他不想打仗 但是你覺得他會不會怕打仗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搞那個蘇利曼尼 他說搞就搞 之前不知道 老習 你知不知道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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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 剛剛炸了死了 蘇利曼尼 他只是呆了 什麼事啊 突然間 你很難去猜他 政治有時候 就不用看那麼複雜 很多時候 說真的 你幾個大佬 我經常說的 聊天 你不想想 你這個書院是 走出來又這樣又那樣 兩個 哈佛碩士 正在走開 這樣而已 萬事能不能夠在 這幾年 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不知道 但是現在 你官乎他平時 就是為特朗普去跑腿的時候 Elon Musk也不說 大家都也說過 大家也聽過 我覺得 特朗普真的沒有選錯人 他呢 那段 speech 其實我本來 真的想成段 去演繹出來 但是無謂 他首先 他很激勵大家 他說 喂 我們現在齊集 一個密歷信廣場花園 我覺得大家 不用去過美國 你看得多 美國電影 演唱會 甚至是拳賽 去很多城市 嗯 其實就是在密歷信廣場 那裡舉行的 很多 所以開始 他就說 美國最受歡迎的 最受尊敬的英雄人物 和傳奇人物 都曾經在這個場館裏面 創造歷史 他叫誰 譬如他叫拳王阿里 在那裡打 對決過 Joe Fraser 他又說過貓王在那裡 哇 和八萬的現場觀眾 八萬 一起狂熱 他又說過 一會兒我會說這個人 就是那個 摔角佬 Hook Hogan Hook Hogan 我當然不認識他 但是因為我看Walky V 就知道有個這個人 胡蘇佬 胡蘇佬 其實他是入了 名人堂 但是我也不知道 摔角佬是什麼名人堂 是假的 但是 但是他那時候 真的把摔角 因為摔角在八九十年代 其實就開始低潮 雖然全世界都低潮 是假的 但是美國 低潮也只是假 他始終 其實其中 Hook Hogan 都是把這個運動 因為他要出了一個名聲 他就是 他也在 在這裏 在密迪遜廣場上 將很多 成名的對手 擊敗 所以誇張這個地方 然後他說 德國 在歷史上 最重要的選舉辭職 這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這樣說的 因為 這個真的不是 很多人覺得的 所謂兩個政黨的 政治 是決定國家方向的政治 所以是很重要的 亦都令到他們的粉絲 一定要投票 當然我覺得有多餘 但是 無語佛界 有廣播 去到現場 我想你不用擔心 這樣排隊排一晚 四五個小時 或者最少 但是 很多人會看 什麼 會看 傳播 他說 當中 當中 最偉大的冠軍 Donald Trump 就來到這裏 他說 相信 在八天之後 Donald Trump 就會成為 美國總統 我們也會令到 這個 阿美利堅合眾國 就是美國 會成為共和黨人的天下 接著他呢 就說什麼 他說 大家想想 他不是長 他說 Donald Trump的時代 提醒大家 我們有和平 我們有繁美 家庭收入 的增速是四十年的最高點 通脹率 1.5% 是幾代人以來 最低的通脹率 油價和食品價格 都很實惠 這些 有人會想的 OK 好了 Donald Trump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有美國歷史上 最安全的邊境 這個就是Donald Trump的紀錄 這個紀錄 將會在八天之後 為我們帶來勝利 現在 我可能 會令到在場人士有些驚訝 因為我要稍微 為民主黨 說幾句話 我想說的 就是 Tim Walsh 就是我們剛剛講完那個 老實說 我為他感到難過 他真的 這些真的很好笑 你在現場聽你會 他說 為什麼呢 因為他擁有美國政治上 最艱難的工作 第一 他必須令到美國人民相信 賀錦麗 能夠解決他過去三年半 製造的問題 他必須 扮 賀錦麗 沒有開放到南部邊境 沒有給幾百萬 以至成千萬的非法移民 湧入 儘管我們知道 賀錦麗真的這樣做了 他必須 過去講一下Tim Walsh 以來最嚴重的生活成本危機 他還要假裝 賀錦麗 是有 如何管治美國的說法 如果你願意為 這一種人祈禱 我想大多數人都願意 請 我們為Tim Walsh祈禱 因為 他們將會完成 不可能的任務 他這些其實是年少大打 即是串鈎了 Tim Walsh 和賀錦麗 而 賀錦麗 在任職四年之後 還宣稱自己 是變革的改候選人 即是說 我會改變 我會改變 OK 他說他解決了一切問題 但是我想問大家 他說 第一天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賀錦麗 第一天已經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事 到底你做過什麼呢 我最喜歡 賀錦麗的時刻 就是當別人被問他 如何解決 降低生活成本的時候 他會說 我來自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當別人問他 如何關閉南部邊境的時候 他會說 我在麥當勞做過薯餅 做得很好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 賀錦麗 你根本沒有回答過問題 你沒有真正告訴美國人民 你打算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老實說 就連這個麥當勞的答案 我都不確定他有沒有在麥當勞做過 事實上 我認為我們的總統 Donald Trump 在麥當勞的工作時間 應該是比賀錦麗更長的 他在麥當勞做了九個字 好了 現在 我要講一件 為賀錦麗的事來辯護 他的確這件事做得很好 你可能沒有想到 我會這樣跟民主黨說話 但我要講的事實就是 每次只要他接受採訪 我就覺得Donald Trump 會贏多10萬票 因為 他根本真的完全不能夠 答任何一個問題 這個呢 不要說 萬斯串 其實連民主黨有一些報章 開始分析 為什麽學禮 臨尾到 選舉日 民調 會不斷被人追平 追過 都認為是他 真的糟糕 他應該很堅持 最初我們預計 完全不接受任何訪問 好些 他接受一次 他就糟糕一次 好了 他 有時問他 你跟拜登有什麽不同 他經常說他跟拜登不同 當我問他 究竟有什麽不同呢 他又說不出的 他有一天 CNN問他 擔任副總統 CNN 的時候有沒有犯錯 他說 在副總統的角色裏面 我確實努力 確保我對問題非常熟悉 我認為這個非常重要 不熟悉問題 而感覺被迫回答 是錯誤的 哈哈 說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他在說什麽 究竟他在想什麽呢 九日之後 我們跟哈馬拉講 他回到三藩市 他被炒了 他說 特朗普 將會是我們所有人 一起開啟美國繁榮的黃金年代 老實說是否做到呢 我很懷疑 但是 阿曼斯也好 或者現在的美國人民幣 投特朗普 會覺得 我投特朗普 起碼有個希望 我投這幫 這幫老老的拜登 或者這個學感人 我是沒有希望的 這一個就是為什麽 那些搖擺州 現在還說 有些人說是四個 我看了一些報道 是七個搖擺州 都領先了兩次 一兩個百分點 好了 八年前 特朗普擁有一切 他有名望 有財富 有家庭 和朋友 他放棄安逸的生活 來拯救這個 阿美利堅合作國 合中國 他們打 贏不到 就試圖要去破產 不行的 就試圖彈劾他 都不行的 甚至乎 就想要信他入監獄 都不行的 甚至乎 想懲罰他 OK 這個 大家看看是否事實 他說 但是只要美國國旗 仍然飄揚 特朗普 他仍然會準備戰鬥 準備贏得勝利 希望 上帝保佑大家 God bless America 一起努力 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另外 我講完就是收工 就是這個 我剛才講的 Hulk Hogan 我先播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你一看 大家認得了吧 這個 現在就老了 OK 這樣 就不認得有沒有辦法 他也有出來站台 首先 他也有七十多歐 他也有些肌肉 OK 好了 他自稱是娛樂圈人士 他呢 嘩 很有趣 扯爛衣服 他說什麼呢 忍無可忍 為什麼呢 他說 他們 對Donald Trump 究竟做過什麼 他們試圖殺害我的英雄 以及下架美國總統 在這個時候 我跟自己說 我受不了 他不想信 他在共和黨大會說 他認識了Donald Trump 35年 當年在擂台打到滿頭血 高舉冠軍腰帶的時候 Donald Trump就在牆邊看著他 他說現在Donald Trump在台上流血 他呢 他呢 就跟台下 他舉起 他那個 Hook Fever 那個衣服 就跟台下說 兄弟 等我告訴你 我們要令到這個川普狂熱 哇 Trump Mania 再次偉大 看他們可以怎樣 OK 老實說 其實現在荷里活 陸陸陸陸陸陸陸 大家自己上網看 其實是越來越多人出來支持Trump 當然 最大的cast 就是很 米洛吉祥呢 是什麼 喂 米洛吉祥呢 不是米洛吉祥呢 但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就是 今年似乎有一樣東西 不同了 就是人們夠膽出來支持Trump 那些宿角手很多 他啊 King啊 是呀 全部都是呀 薯大龍都是呀 不是呀 他們起碼夠膽出來支持 那麼大 跟上屆 老實說 真是忍無可忍的 是呀 你那些人搞得亂了大龍 我們呢 看看怎樣 我覺得 真的機會很大的 行啊 OK 那麼 我記得四年前 當我們以為沒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我們operator 就說 喂不是呀 你有沒有 給我上來 那時候剛剛的時間 就開話 你不想是呀 你不想是呀 我這麼快 四年 好 明天再見 拜拜